單位的換槍工程完成後 工人正在拆卸外牆的圓空式竹棚架 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了 問題在哪裡呢? 我們回帶看看 哦,原來是工人沒有使用防墮裝置 還有就是這個狗臂架 只是靠一口系穩螺絲馬住 怎樣可以做好些呢? 首先,承托棚架的每個狗臂架 至少要用三顆系穩螺絲固定在外牆上 令棚架有足夠的承托力 還有,在棚架上做事的時候 包括拆棚,工人必須使用全身式安全帶 並將安全帶持續感係於適當和穩固的系穩物 包括防墮扣,獨立救生繩,和陽眼圈 就算不幸棚架塌了 工人亦不至於由高處跌下來受傷 做足安全措施 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